陈敏鳳 侯友宜跌倒 郭柯吃到飽 对 我觉得我要公布 就也不是啊 就反正是今天晚上晚一点才会公布 但是听说已经外泄了 那我们这个节目要对得起嘛 那所以说 所以我说我们也公布 陈敏鳳要公布一个新的图卡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这张图卡 我们待会后置特写 这张图卡是美丽岛电子报 吴子佳的这个民调的图卡 那这张图卡提醒观众朋友看一下 中间有一条蓝色的线 它从26.0跌破破底到18.3 对对对 所以侯友宜的民调正式跌破两成 然后是在吴子佳的团队 所执行的民调中看到 吴子佳执行的团队其实就是戴利安做的啦 那我觉得而且这个是在上个礼拜三 礼拜四做的 所以说你看 上个礼拜三跟礼拜四 对然后礼拜五做出来 因为有一些因素所以 它没有公布到今天晚上晚一点 预计才会公布 但是我看这个听说已经外泄 所以我就可以公布了 但这个民调里头最吃惊的 当然就是侯友宜已经调到第三名了 而且他跟这个柯文哲的差距已经高达7点多%了 好在这一份民调当中呢 赖清德的支持度跟五月上旬一样都是35% 然后侯友宜是直接从26%跌到18.3% 那柯文哲是从22%涨到25.9% 所以柯文哲跟侯友宜的差距已经高达7% 对所以不是在误差范围的3%5%之类的 已经是高达7.6% 25.9%减18.3% 那这个赖清德是微幅上升0.4% 所以还是维持在35.8%左右 所以这整个东西呢 就是说你这个我们发现侯友宜调最多的时候 不是郭台铭反弹最强的时候 是他自己在做郭台铭的这个反弹 稍微平稳的时候 上个礼拜三礼拜四的时候 他自己办完这个所谓的直播会 然后他自己面对媒体的时候 大家看到真正的侯友宜 到底是怎样一个表现方式 然后再加上他去党中央这个开会的时候 还跟党中央这个文宣对接的时候 有过争执嘛 他后来他还这个 听说新北市政府还跟他讲说 9月以前都不谈总统的问题 那我的天啊 那你到底是要干什么 所以说 所以他大政治系的学生打问号问号又问号 就是你从头到尾 你只说你想要选总统当总统 可是你对这个国家完全没有愿景 你对于重大政策重大路线 完全没有表态 对然后大家说你在郭台铭的这个反弹压力下 大家好像看到你是好像窝在一边 好像有点委屈 可是郭台铭的面纱删掉 掀掉之后 发现你本来就是没有东西啊 那台大政治系 对啊我跟创夏都读过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最惊讶看到赖清德要去 我们最惊讶的是赖清德竟然敢去 因为台大两个系 法律系是偏绿的 政治系是偏蓝的 这个马政府的阁远几乎都是台大政治系出身 我补充说明一下台大政治系教授 我找过很多个 然后呢台大政治系的教授 我个人的体感温度 感觉是高达九成 是红蓝 像明居正老师 至少是反共的 实在是非常难得 跟非常的万中选一 所以我才把它找出来录影 因为其他的全都是红统派 跟超级深蓝派 就说整个台大政治系 是红蓝到了不可思议的一个地步 特别是年纪越大老师越红蓝 红蓝到我这个四十多岁的中生代台妹 我都听不下去 对啊就是大家就笑说 那时候林子伦来做行政院发言人的时候 大家就说台大胜率的 应该就只剩下他一个人而已 那其实 没有其实台大老师都 其实也许是渊源的问题啊 所以他们就是会比较偏蓝营的人 那所以说赖清泽说他敢去 那我就觉得 那应该侯友宜更敢去才对啊 而且赖清泽在那里 学生问的都很不客气 问他音系网军问题 为什么不处理 问他核电的问题 然后还要问这个所谓卡管案 我们要肯定的是说赖清德敢进入敌 我们不能说敌方啦 至少是一个明显摆明会有很多 尖锐问题的地方嘛 而且不是他的同温层嘛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你至少这个赖清德 为什么可以维持这个所谓的民调 然后你在你侯友宜一直就往下掉 这个情况就很明显 然后再来这几天 我在我在家里面刷那个短视频 短视频我就可以看到柯文哲的厉害 柯文哲有很多突然在这个过去这个现任市长之后 没有什么短视频 可是最近的短视频非常多 而且都简洁恶药 就说为什么这个他就讲赖清德要给他这个 叫他来拜访他要盖什么三澳的核电厂 后来隔了几天又不要了怎样 然后他就笑民党什么 就是为了这个政策反复 然后为了选票等等 很短的时间就三两句话 他就把话讲完了 然后我觉得那个说服力非常的强 然后再来我看到民进党呢 就是我们不要再讲赖清德那个 我只有看到苗博雅的 苗博雅在咨询这个蒋万安 蒋万安说他问蒋万安说 克文哲用八千万的活动分三笔切 蒋万安你做过什么样的律师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预算可以这样子切 蒋万万就是回答不出来 然后苗博雅一记就狠狠的告诉他说 因为五千万不用经过议会 所以只有苗博雅在做这个短视频的 反击柯文哲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是整个整体选战 所以你现在都 简单的讲民进党的空军 还要大举的改善跟加油啦 对对 所以说民党做影音的短视频 跟空军的声量量能都还不够到位 对就是说这个当然是一个隐忧啦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说 如果柯文哲跟赖清德差10% 现在可以拉近到差10%的时候 到底这个我们一直在讲的 所谓赖科 会不会形成赖科最后对决的局面 然后这个 厚厚做仔细就变成厚厚的做小三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到底会不会发生 其实我觉得从这种趋势来看 其实也不是不见得会不会发生的啦